在阎黎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古朴的床上 而怀里抱着一颗蛋 当他感受到蛋里熟悉的气息 木然眼眶就红了 清奇 是你吗 好像是在回应他一样 怀中的蛋散发出微弱的光 阎黎见状眼神直接亮了 醒了 师父 这颗蛋是哪里来的 它与你是本命契约 你在哪儿 它自然就在哪儿 果然是清奇 阎黎文元看向怀中那颗蛋的目光更加柔和了 当初自己被宋锦卿和白依依联合起来背叛害死 在临死前 他将自己其他契约伙伴都封印了 唯独清奇 自己的本命契约兽无法封印 当初见到清奇为了护住自己 当在自己面前 最后血肉横飞的场景 别说自己有多心痛了 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清奇了 没想到自己重生了 清奇也跟着自己重生了 师父 我要怎么将他付出来 需要用你的灵力去孵化他 不过他的等级太高了 就凭现在的你想孵化他是不可能的 阎黎文言沉默了 他这才想起取出三根锁灵钉之后 自己已经能够修炼了 于是他运转了下自己身上的灵力 大灵师 见到自己目前的等级 阎黎有些嫌弃 已经很好了 你都还没开始修炼呢 这还是之前 你在灵泉中浸泡了那么久的功劳 阎黎文言 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自家师傅一笑 自己